乙皮画廊通过了花莲县文化局 还有花莲县文化基金会的申选 取得了五年经营权要进驻 在杰西爱美酒店后方的国防部旧军官宿舍 以复兴五五 乙皮画廊花莲展馆为名要开馆 同时还带来了花开复兴春艺农的展览 期盼可以让更多优秀的艺术创作者 他们的作品在这里呈现 2010年创立的乙皮画廊 深耕在地超过10年 从花莲市林森路 乔迁花莲文创园区 近年则转移到美伦山社区 去年9月首都进军台北设有分馆 日前通过花莲文化局 及花莲县文化基金会征选 取得五年经营权进驻复兴街 国防部后备指挥部军官宿舍 历经近一个月紧罗密鼓的装修部展 以复兴五五 乙皮画廊花莲展馆为名重新开馆 我们期待就是以后 台北的乙皮连接到这里的乙皮 然后我们再串花莲中边 因为进入到基金会跟商业的体系 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弹性跟活络的声音 串联比如说艺术护照的这件事情 让对艺术对花莲有兴趣的 因为对于所谓花莲的艺术 如同刚才两位介绍的是 不管不是身份出身是花莲 而是只有花莲才可以让这样的艺术表现出现 这就是花莲的艺术 我们复兴五五是这个空间的名称 也是它的地址啦 然后我们也算是 副标就是我们乙皮画廊的花莲展馆 那这个展馆会跟我们台北的展馆率有不同 那我们一向以来台北的展馆 或者是花莲以前的展馆 会是以新作发表为主 那这个展馆我们除了说 也可以有部分新作发表 但是更重要的是 有别于以前的展馆的方式 会是以专柜艺术专柜的方式来展现 平常的话可以是这样子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找到 我们常合作或者是跟花莲 比较有关系的艺术创作者 然后它会有一个专柜 那那个专柜呢 差不多可能是一平方米或是两平方米 但是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 它很充分的资料 或者一定有一件作品 然后可以被观看 然后可以究竟询问我们 它更深入的一些资料 或者是有关它资讯 它的艺术品的资讯都可以 2021年建物产权一波花莲建府后 文化局全面检视 因地震受损结构 隔年投入600多万元修缠装修 执行长陈雅玲表示 一楼提供艺术家发表创作 也展示文创双品 二楼提供展览 以及多功能活动使用 开馆同时带来花开复兴春艺农展览 检判未来以艺术漫步方式 串联林静杰西艾美酒店和周边旅宿业 让更多优秀艺术创作者作品 在这里在花莲能被更多人看见 记者长邦远华林士报导 我生活说 没什么 我是的 回头 谢谢大家